这个杏头上呢 吃了点海鲜 突然间就浑身起小疙瘩 然后痒得不行了 那这种臊痒 我们究竟该如何来缓解呢 像这种情况 我一般都说什么呢 这个人呢 是一个过敏的体质 不知道碰什么 而且这种病人 往往就说呢 很多东西都过敏 像我们给他查一个过敏源 什么什么都过敏 所以说这个人呢 我们就说 用一些抗过敏的药啊 或者说 搞一些个中药的洗浴啊 能够把它控制住 就达到目的了 那么在这种止痒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一些误区 您需要给我们来讲解的呢 就像刚才嘉姐说的 听到说要给使激素 头发都竖起来了 实际上这个惧怕激素 在这个皮肤骚痒 或者说在皮肤科里面 本身就是一个误区 千万不要 一提激素就怕 但是如果说乱用激素 是肯定是不对的 而且会引发出 一系列的问题 比如说脸的痒 有些人不管是药膏啊 什么呀 往这抹呀 两天不抹 又不行 就天天抹抹抹 最后出来一个 激素依赖性皮炎 不抹就离不开了 但是说 惧怕激素也是不对的 我们实际上 我们人每天都在自身 在产生激素 来控制着 协调着 我们自己整个人体的平衡 所以我们平时用激素这样 少量的用激素 来控制你这个症状 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在一些物件 不吃东西 但是主任 有些人吃虾 就是过敏的很厉害啊 那他只能选择不吃啊 实际上就是我们有时候呢 很多病啊 但你说很明确了 我就吃这虾不行 但吃鱼行不行 如果真的明确了 就是哪一种东西 咱一辈子不吃它 也没关系 我吃点别的嘛 我吃草鱼过敏 但是我吃这个鲑鱼 就不过敏 对吧 也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捡的好的 被您发现了 我吃然后起apped 监独 是的 contributing